爱宝的舞台上有这样一座 两个人之间因为宠物而发生了矛盾 看起来这事情有点匪夷所思 但是确实还真就发生了 本来呢我们俩的生活呀挺好的 也挺正常 自从他妈妈来了以后啊 把我们的生活都给打乱了 就有一个破蜘蛛死了 他就把我妈给气走了 毕竟养了好多年 跟他妈妈吼了几句 之后他妈就是不开心了 对老人没有那么说话的口气 放我摸在旁边我都接受不了 横横的老人了 他就让我跟他妈道歉 我没有错 我没有必要去道这个歉 如果他不可以道歉 我们肯定不会在一起 两个人感情有那么好 为什么没领结婚证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俩出现一些矛盾 就是他妈妈突然 夹到我们生活当中 开始是过来玩 后来就没走 跟他母亲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什么 我自己啊比较喜欢养小动物 我自己养了 从小开始养了一只毛蜘蛛 他妈妈来了以后 我都关照他们 我养的东西 您啊尽量别动 后来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 发现这个装蜘蛛的盒子呀 被放在阳台上晒太阳 结果蜘蛛死了 我特别生气 作为我来说 养这么多年了 我自己心里啊 特别难受 所以说 语气啊什么呀 比较激烈一些 她说话特别难听 声音特别大 反正说 你别动我东西 这东西 不知道怎么动 你还为什么动它 你看都把她晒死了 我母亲当天就走了 因为我不在家嘛 去店里工作了 我母亲到火车站以后 跟我打电话说 她走了 我说你为什么走啊 她就把事情经过过来讲 我妈我打电话说 她已经哭了 这么大年纪 她连追都没追 连问我也没问 之后你也没跟她道歉是不是 我跟她解释了 你那种解释 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